嗨,我是宝可夢,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中信推出新神卡,OMICAR 上次加碼的500點中信點,其實是剛剛講的電商通目跟... 嗨,我是宝可夢,歡迎回到寶可夢卡好喔!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市場上最新的一張卡片 很微妙喔,就是這個卡片剛推出,然後馬上就有很多粉絲問我說,誒,寶可夢這張卡片可以辦嗎? 那它的權益又會怎樣喔,那仔細的去看一下之後發現說,其實它蠻複雜的喔,為什麼? 因為這個OMICAR呢,它是有三個集團聯名推出來的喔,大部分的聯名卡都是,比如說某銀行跟某集團 但是現在呢,居然有三個集團來做一個聯名喔,真的是令人家覺得匪夷所思,到底在幹嘛? 呵呵,有點微妙,那它最主要就是中國信託,然後跟PC Home,然後還有中華電系 所以這三家業者的點數,現在就是讓他們可以開放互通互用 好,所以這一點其實我個人覺得蠻微妙的 好,畢竟大部分的點數業者,他們都希望把消費者,就是關在自己的點數生態圈裡面 很難得就是比如說,PC Home有自己的幾千萬用户,然後中華電信有自己的幾千萬用户 那中國信託也有自己的銀行用户,可能很少有就是像我這樣子就是三個都有在用,然後三個都是跨領域用到的 大部分有的可能你只是中性的客戶而已,你可能沒有用中華電信的,也沒有用PC Home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樣子的整合呢,其實是有機會來做到集團縱效 三個集團整合在一起,能夠擴大這個點數的生態圈使用,蠻好的 好,不過呢,這個卡片有優點也有缺點,我覺得還是要跟大家說清楚啦 那優點的部分就是,這張卡片它新卡上市 有點像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回饋優惠總是最好 那第二年第三年之後可能就會回歸一個正常的使用啦 所以我個人非常的建議大家就是,銀行有推出新的卡片 而且它不需要繳年費就能夠使用的情況之下 你最好是儘快使用 那我自己整理出來呢,這張卡片有好幾個不錯的亮點 第一個就是,你如果很常在PC用買東西的 你可以拿到8%到12%的回饋,這個很好 那你不消費,你拿來做儲值金購買,可不可以拿到回饋 有,最高也是有9%的回饋 這個是我個人覺得,對大家來講最需要的 也就是網購審卡 畢竟之前中國新多推出英雄聯盟信用卡 但是兩年之後它就收掉了 就是網購這一塊的優惠收掉了 那它也是一樣,就是做這個新卡上市加碼促銷的情形 然後讓卡片的討論度很高 然後很多人就來申辦使用這樣子 不過他們都是用同樣的這一招啦 就是新卡加碼很厲害 但是之後呢,就會滿滿收掉了 那無可厚非,因為他們只是想要就是撈這個開戶數碼 我覺得大家就,他給你什麼你就把它用好用滿 那之後呢,就再說 你用這種方式,其實你可以撈到最多好看 那你可能就比較麻煩,你要常常辦新卡啊什麼的 不過呢,這張卡片的優惠,我個人覺得倒是可圈可點 講完第一個,PC Home最高有12% 這12%呢,要怎麼去算呢? 其實很簡單,就是這張卡片基本刷卡有1%回饋 那它現在有一個上市首年的7%加碼回饋 那這個7%加碼呢,每一個人每個月上限可以拿到500點 所以你回推一下呢,大概是刷7143元左右 你可以拿到額外的7%也就是500的中性點可以拿好拿滿 這樣就是8%了嘛 那它現在針對就是在PC Home做消費這一塊 再加碼4%的PB 因為你在上面結帳就會跟他自己的PC Home的點數有做結合 所以它再給你額外的4% 但這個額外的4%呢,每一個人每個月可以拿到額外的280點 那你280點除以4%你算出來這個數字就是7000塊錢 所以你這樣子稍微推論一下你就知道說 你每個月在PC Home刷7000塊錢可以拿到12%的回饋 等於是840的回饋到你的帳上 我覺得就還滿不錯的 畢竟之前中性英雄聯盟信用卡 每個月只能夠讓你刷5556元 然後拿到555回饋 但是這張卡片呢,它讓你從7月5號開始到12月31號 這中間總共有6個月的時間 你都可以每個月刷7到8千塊 在PC Home 所以我個人會把它當作是2022年下半年的網購審卡 每個月刷7000塊錢都可以拿到10%以上的回饋 這是很好的 那如果你自己不喜歡在PC Home上面做消費 而且每個月都要刷那麼多很有壓力 我建議你可以用儲值的方式 比如說你打算在年底的時候買最新的iPhone14 但是它這個每個月7000塊錢 一台iPhone怎麼可能只有7000塊 那你可不可以7月份儲值8月份儲值9月份儲值 那你儲值的三個月就21000 那你10月份就可以買一支新手機了 所以你也可以用這種儲值所回饋的方式 能夠把這個銀行給你的7% 8% 9%回饋 全部都先鎖到你的帳上 然後到時候用儲值機來做支付 一樣可以享有信用卡的刷卡回饋 等於叫做預先分期 然後事後來賺完整的回饋 這是蠻好的一個做法 那儲值有沒有回饋 有的 好就是剛剛講的1%的中信點無上限 就是國內刷卡的部分 再加上這一次新上市的7%加碼 可以拿到500每個月 好這樣加起來不是8%了嗎 它再給你額外的1%加碼 這個是PB加碼 那每個人每個月可以拿到250 那250除以1%你算算大概就是25000 但你其實沒有必要每個月去除 額外的25000只為了賺這個1% 所以我大概算一下 你一個月刷7143元來做儲值 那你可以拿好拿滿9%的回饋 算起來就是643的回饋 好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所以你從7月5號開始 做7143元每個月的儲值 那麼你到年底 這樣子至少也有多少 4萬多塊錢 這4萬多塊錢呢 你就可以來升級你的 比如說你的3C產品 或者是你家沒要換冰箱什麼的 等於是用這張卡片直接幫你打9折 好那大部分的信用卡優惠活動 其實都是少量名額要用搶的 好不是雙11雙12 那那個比如說刷3萬送3000 但你可能搶不到 好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必須要用 比較土法煉鋼的方式來 拿到卡片的回饋 這張就是一個很不錯的這個優惠 雖然說有一點複雜 但是你照我的說法去做 你其實就拿得到 那也特別注意 他現在的回饋設計都是以日曆月來計算 所以7月5號到7月31號是一個活動區間 請你儘快辦卡 然後來刷卡使用 也特別注意要在7月31號以前 勤款入賬才會算在7月份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到年底之前 越越解任務 現在就立刻辦卡 你才能夠越早拿到卡片 越早解任務 如果你不喜歡在網購上面來做消費 其實你還有一個通路 我覺得也不錯 那這就是超商 因為有很多人其實 因為生活上很忙碌的關係 你可能就很常在超商做消費 那這一張卡片新卡上市 它其實有標榜說 最高有超商消費10%回饋 那這個要怎麼算呢 這是剛剛講的 上市加碼的500點中性點 其實是剛剛講的電商通路 跟超商通路是並記的 所以如果你要全部拿來做電商消費 你就不要再拿去做超商消費了 因為超商消費你只會 剩下額外的4%加碼 因為它是6%加4% 所以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做超商消費 就盡量全部做超商消費 不然的話 如果你平均都去做消費 你就會很難算回饋 那你的回饋率可能不會拿到12% 或者到10%那麼高 就會稍微分散一下 所以你這個要自己計算 那這個超商消費10%是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就是基本上1%回饋 然後再加上5%的加碼 但是因為其實超商的消費 被中心是跌為完全不予回饋的 所以現在是首年上市 有活動的情況之下 給你額外的6%加碼 所以你500除以6%算出來是多少 是8333元的回饋 所以你用這張卡片 每個月去刷卡 在超商的部分 就是綁定牌錢包做支付 你就可以拿到 每個月就是94折 8333元以內的消費都是94折 這個是還滿不錯的 因為畢竟超商不見得 每一次都有這麼高的回饋 那這個額外的4%是什麼意思呢 這很簡單就是說它有在針對你用拍錢包在超商做消費 有給予額外的4% 但是這個額外的4%呢 整個活動每個人只能拿100點 好這100點就是你除一下4%你算了2500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7月份你打算主攻超商消費 那麼你在超商做2500元的消費 你就可以把上市首月的500中性點拿回來 然後超市首月加碼的100PB你也可以拿到了 所以就是拿600 刷2500拿600大概就這樣子啦 那如果你連超商消費你也不想做 你不喜歡在網購 你也不喜歡在超商做消費 那這張卡片還有批用嗎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功用也不錯 就是繳水費 我們本來其實滿期待說 它的生活繳費是不是 什麼水費啊 電費啊 什麼學雜費全部都可以 當然應該沒那麼佛心 所以它其實是針對拍錢包 可以做繳費的通路 挑了幾個 你乒乓讓你用一下 就是市區停車費 就是路邊停車費的部分 你可以用拍錢包搭配這張中性歐密卡 你可以拿到額外的就是6%回饋 它這個6%回饋 其實它就算的滿簡單 就是基本的1%回饋 再加上額外的5%加碼 這樣是不是6% 額外5%也是跟上面講的這些回饋 因為共用每個月只有上限500點中性點 所以你500中性點除以5%算起來 就是每個月消費1萬塊以內 或是繳費1萬塊以內 你都可以拿到6%回饋 就是繳1萬的水費拿600 但我很好奇是 到底有誰一個月可以繳到1萬塊的水費 我家的水費就是家裡面4、5個人在用一個月 還是兩個月結一次帳就才200塊 那你到底要繳多少 你家裡面是多大的用水量 你才有可能繳到1萬塊的水費 所以這個有點難 但是如果你能夠集結你們全家族之力 家裡面的水費全部都給你撈過來繳 那你也可以拿到這個回饋 畢竟它這個一個月可以繳1萬塊的上限 比將來銀行一個月可以繳500拿50 還要多不少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說 到底你有三個繳費的方案ABC 那你這邊的帳單到底用哪一個 先塞哪一個洞可以拿到最高回饋 你就自己做一下排列組合 因為我相信有上過小學中學 應該都知道怎麼去計算 這我就不用特別去講了 因為每一個人家裡面的水費電費帳單都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透過這一張中信歐米卡 你可以做到家裡面的水費達94折 這個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要特別注意就是 這三個我提出來的亮點通路 他們通通都是回饋共用 每一個人額外加碼的上限就是500中信點 所以你不能夠三個通路通通都刷好刷滿 那你回饋率會很慘 就是拿不到那麼多 那如果這上面這三個通路你都不喜歡 我真心覺得還有一個通路很棒的 就是拍錢包裡面有一個拍想卷 那我們都知道其實拍想卷就是跟TicketExpress做合作 那Line禮物啊 裡面也是有很多的吉祥卷的商品 其實你們都知道 所以拍想卷裡面你可以買什麼 家樂福的禮卷 大論發的禮卷 然後小七禮卷其實都有 所以你可不可以每個月在拍想卷裡面 來做1萬塊錢的刷卡 那這1萬塊錢你可以換到的是 1萬塊的家樂福禮卷 或者是1萬塊的大論發禮卷 這個禮卷你可以拿出來用 拿出來送人 那麼你還可以拿到信用卡額外的600中信典的回饋 這個是不是也不錯 我個人是覺得這種消費等於是買禮卷打94折 這個是蠻好的 所以他為什麼要把拍想卷給列進去呢 我也覺得他們是不是討個叛氣 就是基本上銀行不太喜歡你去買禮卷 就是做這種所謂的刷卡換現金的動作 因為畢竟你的禮卷你可以賣掉 那如果你是1比1賣掉的話呢 你是不是就賺600了 所以這個是蠻微妙的一點 那也是我看了他所有的產品優惠之後 我自己整理出來幾個不錯的亮點 也就是說我會用這個方式來刷卡賺回饋 也提供給你參考 那現在上車有沒有什麼好康呢 他們官方是講說 新戶上車給你500點中信典 舊戶上車給100點 那額外的就是你比如說有登陸PC Home通路 或者是有綁定這個Hummy Pay 那就給你100 100 100 那你加一加就是最高新戶可以拿800 舊戶可以拿400 那相關的遊戲規則 你可以看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其實有相關的文章做完整的說明 這個就是官方給你 你一定拿得到的 你就不用擔心 聽到這裡你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講了好幾個關鍵字中信典 中信典是什麼 跟台新典一樣 還是跟國泰斯華的小數典一樣 其實這些點數都是銀行建立自己的生態圈 然後希望能夠攬客用 所以這個無可厚非 但是各家銀行的點數其實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個人覺得目前市場上相當成熟的點數系統 當属國泰斯華的Cube卡所送的小數點 這個小數點累積大概是兩年左右不會過期 就是點數使用的話兩年之內都還可以使用 兩年之後可能就會依序慢慢過期 那這個小數點呢 你可以在APP裡面折抵當期刷卡帳單的30%的消費 所以這個也等於類似是接近是打七折的做法 蠻不錯 那另外一個亮點做法 其實就是你可以拿來兌換里程 現在兌換里程蠻划算的 那你將來就可以拿來換機票 那你的里程點數價值就會往上飆升 這是他很厲害的一點 那第二個剛剛講到的就是台新典 台新Point它其實是跟ATM系統比較有相關 你比如說你拿其他銀行的卡片 然後去台新的ATM在全家裡面做單筆一次消費給你一點 但是如果你連續交易有超過5筆以上當月 當月就是有交易總次數有超過5次以上 那你每一筆交易就是給你5點 所以等於是交易5次可以拿到25點的台新Point 那這台新Point你就可以換25元的刷卡金 它沒有這個點數倍數放大就是可以兌換里程這個選項 但是它可以透過跨行轉帳跨行提款的交易來累積點數 那這個點數你就可以直接兌換成刷卡金 比如說你刷水費電費在台新的信用卡帳單 就可以透過台新Point折底 你就可以省下蠻多的水費電費 包括學雜費也可以 這是蠻不錯的一個用法 但是因為我要去占币 我就是要去超商或者去銀行裡面 然後一直不斷的提款提款提100提100 我覺得這會招人側目 會覺得說你是詐騙集團 所以後來我都不做這件事情了 但是其實網路上還是有很多人在做這件事情 可能他們時間蠻多的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閒時間你也可以去做 但是我就天氣很熱 我不想這樣子就提供給你參考 那現在回到我們的中信點 也要來跟大家做一個持平的分析 中信點有缺點 最大的缺點就是它半年之內會到期 而且不可返還 也就是說你在7月5號取得了300點的中信點 你到明年的1月5號之前都沒有使用 1月6號之後就會失效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是說它沒有像比如小數點有兩年 然後台新Point也是兩年 可以讓你有一點時間可以慢慢用 所以這個點數會讓你有一個很有壓迫感 就是點數進來趕快用掉 那它怎麼用呢 其實它可以平轉 就是1比1兌換到HummyPoint 就是HummyPay裡面 或者是你可以1比1兌換到Pistihome的PB 或是拍錢包的PB 那你就可以透過其他平台來把它使用掉 比如說你如果把它換成拍錢包裡面的PB 那你是不是可以在下一次消費的時候把它折抵掉 比如說你下一次要繳水費或電費的時候 你的帳上有300點 你這一次的電費是500塊錢 開啟折抵之後呢 它會把你的300點扣掉 那你這一期的電費只要繳200塊錢就好了 那你繳得這200塊錢呢 也可以拿到6%的回饋 好 所以它是用這種方式來做折抵的 好 所以請大家特別注意 每個月結帳之後 你中信卡賬單上面的中信點 请你要尽快处理掉 那如果你不喜欢在拍简报上面做消费 你也可以把它转换到PC Home PC Home里面的PB呢 可以折抵你每一次下订单的新增消费 就可以抵掉了 比如说你的PC Home上面的PB 有200点 你这一次要下单的金额是2000块钱 所以你开启折抵之后呢 你只要付1800就好了 1800搭配中信欧米卡 你还可以再拿到12%的回馈 所以是用这种方式做计算的 那你如果不喜欢在拍简报买东西 也不喜欢在PC Home买东西 那你也可以换到Hummy Pay Hummy Pay里面的Hummy Point它怎么做呢 它其实可以1比1去折抵中华电信的电话费 所以中华电信的账单呢 你可以全部抵掉 或者是你在中华电信的门市里面 做门号的续约 或者是你去购买东西 比如说你买手机什么的 你也可以用Hummy Pay 然后来抵掉中信点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集团整合 然后三家厂商的点数都可以100%互用 这个是他们提出来的一个愿景 听起来很美好 但是使用上面的话呢 也算方便 不过它都是有效期限的 比如说你中信点会在两天后到期 你转到PB它也是两天后到期 你转到Hummy Point也是两天后到期 所以你还是要尽快的去把它使用掉 像我的话因为我很常在PC用买东西 所以如果我拿到中信点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转到PC Home里面去 那我在下一次消费的时候就全部把它抵掉了 我不需要留这个点数 因为这个点数留久了 在你的账上并不会有增值的效用 所以这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那讲完了上述的这些卡片的优点跟缺点之后 你是否开始有点心动想要赚这个 每个月固定就是有12%的网购审卡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上车 这次上车的话呢 因为中信没有MGM 所以不管多少人上车 我什么屁都没有 这讲清楚 但是呢为了要回馈粉丝朋友 所以我还是有举办一个MGM活动啊 你只要从我的指定连接上车 那完成任务 那任务很简单 拿到卡片之后呢 就是去刷任何一笔不现金额 那就是卡片正面跟照片 然后就是你的签单或者是截图 就是回报我们的系统 那我就送你10积分 一般成员就是目前还在累积中 或是第一次参加活动的都是一般成员 我就送你10积分 10积分呢可以在我们的1比1兑换活动面 每个月都会有一场 那你可以兑换10块钱的某某红利金 好这10块某某红利金 就可以去某某商场里面去把它花掉 好奇怪哦 我们现在讲的是PC红 但是却送某某 因为某某的红利金有个特色 就是它可以1比1 或者是任意金额去送给别人 但是PC红的储蓄金不能送啊 所以不能送我就没有办法给你 比如说我送你PC红储蓄金10块钱 但是我只能够帮你下单 对那你要给我一个10块钱的一个商品连结吗 那我再帮你下单 这样很下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它很难去赠送给亲友 我就不太去送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送我是某某红利金 某某红利金就可以就是任意金额去转移给别人 那大家也可以依自己的需求去下单 我觉得也很不错 你也可以累积多一点 比如说累积到50积分或100积分 然后换小期50元或100元 也不错 所以这是一般成员要赠送的是10积分 那如果你是悠悠班成员呢 我送你好一点 我送你100积分 就是你可以兑换小期100元 如果你是基础班成员 我送你200积分 你就可以拿200块钱 所以呢 这一点小钱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支付的啦 比如说我们的悠悠班有50人 每个人送100 加起来就是支出5000块啦 那我的基础班有6个人 每个人送200 了不起就是1200出去 所以我觉得在1万块以内 都是我自己可以去支应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愿意为大家就是做这个活动 那也欢迎大家就赶快上车啦 然后奔团上车 而且回报满1000人 我们现在的急需都是1000起跳 1000人上车 我们就送10组拍钱包里面的拍响卷 1000元的额度 然后来让大家就是 我抽出10个人 每个人就可以选择1000块的商品 我就买给你 比如说你要小期100元 10张我就给你 或者你要的是加勒服1000元一张 我就直接兑换然后截图给你 所以这个等于就是送你1000块的意思 我们抽10个人好不好 满1000人 我们就抽10个人 好就这样子 因为这也没多少钱 到底是要怎么给大家 所以我就准备了大概 15000到16000左右的预算 然后来举办这个活动回馈大家 也欢迎大家就是赶快上车 因为你如果是救护的话 你不跟我的团 你直接线上申办 你什么屁也没有 那你还不如从我的连结上车 你还可以多捞到一点好处 说不定还有机会中1000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银行撒回馈赶快来临 不要就是错过这个好扛 非常的可惜 好 那我们相关的资讯呢 都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 也欢迎你就是动动手指 赶快点连结上车 但如果你不是这一团的 你早就上车了 请你不要来回报 我要跟银行查询的 就是这样子 好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 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斗内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 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就见 拜拜